Hello,大家好,我是哲哥 作为一个准准准心人的美食博主 就要帮助大家发掘更多的美食 而美食是不分贵贱的 主要是我没钱 今天我们就来试试一个 价格非常便宜的美食 不,应该算是零食 谁让你说美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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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要是我没钱 今天我们就要试试 网上要火但是还没火的 明日之星烤土豆 我从网上看了一下 关于烤土豆的评价 虽然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但是评价都是相当相当的 我觉得它将会成为 零食界的明日之星 我说了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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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烤土豆呢 里边这个土豆非常非常小 是那种锈针型的小土豆 一口一个 我感觉吃在嘴里会非常非常的过眼 这里边辣味 特别像辣条里边的那种辣味 土豆呢 你说它软呢 它也不软 说它硬呢 它还是比较绵密的 有一种碳烤的香气 这里边的辣味呢 对于我这种不能吃辣的人来说呢 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虽然整体的分数了 我可以给它打到80分以上 但是为了更好吃 我决定加热它一下 这个干已经烤上了 哇 加热一下 果然是让土豆更加的软糯了 加入一点孜然 加入孜然之后 瞬间高达上 能把它加上之后呢 这个辣度增加了呢 在锅上煎了一下 外表的那层肝和土豆里边的软糯 哇 那种口感就是外焦里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 我吃了七包 现在基本上已经饱了 如果你们还知道 什么最新的吃法呢 在留言区给周哥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还有收藏 拜拜